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日星期五 我想大家都有很多問題 特別是對於騰訊的情況 我也有先講一下騰訊 因為我相信大家如果拿了課會有點擔心 不過呢 我又嘗試用個例子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星期五輕鬆地講一下這件事 騰訊的股價 我當你由420元來計算 如果到現在 今天的收市價385元的話 其實那個回調的幅度 大概是8至10 高位去計算也是 大概是8至14 這個調整的幅度 其實是不是很多呢 就這樣聽說 那個百分比的話 其實也不是很多 不過銀碼 或者說說它的股價 由439元 到現在380元 其實沒有了差不多 50幾元 好像很厲害 你聽說銀碼好像很厲害 但問題是 如果說跌十幾個百分比的話 大家可能買一隻二三線股 可能這個跌幅 又不覺得是甚麼事 當然啦 這隻是騰訊 大價股 跌這麼多 大家的心是有些 可能不欠預貨的 是有些覺得很害怕 這是合理正常的 我自己有沒有說很害怕 因為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我也有加注 415之前加注 昨天的時間 好像是398 我昨天是AO價買的 今天下午的時間 大概是387 那些位置 又買一手 我買完之後 我自己也跟朋友這樣說 你說跌夠了嗎 不知道 因為現在 如果你以近期的趨勢 甚至乎 我昨天也跟一個 卵商的朋友 聊天 都說在騰訊 大家都會覺得 騰訊是很鼓勵的 但是 因為真的有些 顯身工具的因素 是會令它的沽壓大 但是這些因素 我自己看是 一些 叫做 偶發性的因素 其實不是公司的 基本面 轉差了 不是的 純粹是說 好像 恆子的比重 要變動 這些 是偶發性的 因為是被動未動 才需要沽貨 但是問題是說 這些東西 不會影響到公司的基本面 所以對於我來說 是沒有擔心過的 沒有的 既然自己有信心 就買 是可能買貴了 有些朋友說 昨天有些朋友留言 說 沽了貨後 聽說有些後悔 其實不用後悔 因為任何一個 行動的決定 是自己的 對於我來說 我的信念 就是我覺得 將來騰訊的發展是好的 所以我沒有害怕過 你說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有一次跌下去 我害怕的 我這次沒有害怕的 我完全是很淡然的 所以你說買完之後 直接當去保 平板一邊 我不管他 你說星期一回來 他的價值 有沒有機會再跌下去呢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因為 剛剛錄這段影片的時間 看看這個 叫做Lasda的期貨 是跌了下去的 反映一下 可能今晚 美國的科技股 可能比例是差的 但是 沒有的 相信自己 我不是買健身工具 健身工具 真的可能會有收回的風險 其實這陣子 我相信很多朋友 有玩牛熊證 那些 或者玩Corpelun 那些 追騰訊 應該會輸得很厲害 但是 證據的好處是 如果這間公司 本身是好的 你拿著它 又不怕 我還是抱著這個信念 而且 沒有 因為我不會因為 股價跌 或者股價差 就跟大家說 騰訊不會 不應該拿 這個不是我的風格 公司基本上是強的 拿著它 是不擔心的 所以 騰訊沒有 再跌下去的時候 我還是會再 堅持這個想法 也會再加 現在唯有擔心 可能是沒有錢 所以 所以我之後的策略 可能會隔遠一點 才會再珍視 因為 實在沒有 你知道嗎? 我上次這樣珍視化 都很接近 現在 我會等它再跌 如果這樣算 可能跌多大約4-5% 我才會再加另一柱 先加開一點 如果這麼密 再加的話 我會很快 大幅會用完 這樣 現在市場 沒有了 成駕有騰訊 有騰訊 還有A股的影響是大的 今天還是在上半週的時間 跟著A股來走 到了下午又不太跟 但是你可以說 整個市場 現在這一回合 都受到騰訊和A股的拖累 所以港股有沒有機會 真的有些比較好的表現 就真的要視乎 究竟A股什麼時候可以叫做 其他人兼斜 要有反彈 騰訊也是 不過又沒有 這些其實很難預計 等於騰訊 你說現在 在衍生的影響之下 因為 沒有牛證 一打靶那一下 一叫收回 它一定要在市場上 沽正股 沽騰訊的正股 一定有股額 不過我覺得 你買股份不應該是看這件事 雖然我知道坊間很多人看這件事 我又不看 我只是會覺得 堅持的理念 就是 基本上是好的 不怕開 所以那些痕跡 我覺得這一回合 是會難搞一些 還有很難看的 今天也跟同事有分享 就是說 今天 今天早上是完全看不通的 也挺少 上一次都說 好像有些感應 這次是完全看不通 所以我覺得 大家如果有貨的話 拿著先也不怕 其實也是拿著正股 是不怕的 但是你說現在要 總是買點數 就是波市升還是跌 那些 真的要很小心 我也真的沒有太大的把握 你說市場 是不是已經見底了 甚至乎 下個星期 真的說不定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還有沒有的 趁這段時間 大家可能找一下 一些股份 是Pay out 如果基本面是好的話 就不怕 可能選擇放在那裡 那個理念就是這樣 隔壁投資的理念 經常說 好的 拿著它 不需要想太多 這是我一點的想法 另外你說 板塊方面 今天做得好的 是一些豪賭股 11月份的賭收是好的 是OK 我也收貨 但是股價升了很多 現在這位再追的話 似乎有接駁空間 又不是真的很多 但是那些日子要穩定的話 那是美高梅 駁去之後 新場開之前 可能會炒得多 會好些 還有好像賭王 賭王的太子 就是何游龍 都好像說 又說到日本開島那裡 好像下年有些機會 可能當地會發排出來的那些東西 所以我想短期內 豪賭股有些炒作的空間 不過你預料真的不會太多 但是真的要選擇的話 短線 美高梅 可以再部署一下 對了 那今天就是 Happy Friday 也祝大家 預祝大家 這陣子的市況這麼短 還有 不好意思 說到最後的時間 老婆叫我 斷了線 所以現在 唯有再說 今天是Happy Friday 也祝大家休息多一點 因為這個星期我也明白了 拿著騰訊的話 是會很不開心 還有 很多朋友都問 怎樣算好 很害怕 明白的 不過 至少大家不是拿著牛熊症 Covuling那些 真的不需要擔心 我仍然堅持 只是看好的 所以大家都 希望大家 不要那麼開心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